老板娘现在那个瞎虎肥吗 嘿 刚刚肥 嗨 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5月28号 在山东青岛 福济修熟期已经过去将近一个月时间 在专业的海展店里面 我们可以看见新鲜的海货 琳琅满目 不管是养殖的还是野生的 甚至还有进口的 大虾 缩姿蟹 鲮鱼等等海鲜 准类繁多 价格也各不相同 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呢 就是市场上主要常见的几种大虾 有一大部分的海虾都是从海水养殖的 个头稍大一些 像巴马虾就是外国进口的 除了一些冰冻冻藏的大虾以外 还有画面中这样活蹦难跳的劈劈虾 老板娘现在那个虾火肥吗 哎呀 都拿肥 现在卖多少钱一斤 90 几乎这么贵嘛 老板娘这个虾火什么时候吃比较便宜啊 开海以后吧 开海哈 现在卖90一斤啊 在我的印象里面 皮皮虾又叫虾火 它的价格一直不便宜 价格始终保持在七八十块钱一斤 在青岛 在青岛 当地人还是比较喜欢吃画面中的小丽虾 别看它个头小 但是它是正宗的虫野生海鲜 虾仁除了吃新鲜以外还可以筛干以后做虾米 新鲜度不也挺高的嘛 都一样新鲜和大的 它就是在排队里头一直大小 这种四十五啊 对 大小自分 这种十六差的太多了 自己吃也吃这个 一样吃啊 吃是一样吃啊 就小了点 对 那小吃一样 但是包饺子做虾仁做活动挺好的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在外头卖的都很贵很贵的 对 对 除了一些常见小海鲜 在专业水产店里面 一些大块头的海鲜也不少 像画面中的带鱼 青岛人叫它刀鱼 一条在三四斤左右 这样的大刀鱼实属少见 其价格比较昂贵 一百多块钱一斤 一般都是送给朋友 或者送给领导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再见